奶精不是奶 奶精是油 茶加奶精就是茶加油 大家有空去查一下奶精的成分 你會發現奶精的成分叫做植物油 以前在比較古老的年代 還可能用這個氫化的植物油 可能是有反噬脂肪的 那個更有三身體 但至少近年來因為法規規定 這個奶精已經不能有反噬脂肪了 但是奶精他主要還是植物油 再加上一些什麼玉米澱粉 再加上一堆調味料香精去構成的一個 不是那麼健康的東西 超音哥你在幹嘛 我在研究最近那個很夯的那個鮮奶茶事件 岩上啊 哇這個身為鮮奶茶愛好者 看到這個新聞也是覺得非常有感觸 哥也是鮮奶茶愛好者嗎 那哥喝鮮奶茶有什麼樣的要求嗎 盡量不要加奶精的 沒有吃 對不起 應該這麼說好了 就是我之所以想要喝鮮奶茶 是因為我對他的認知 就是我想要攝取鮮奶裡面的營養 對阿當初喝鮮奶又少了一個滋味 對所以我通常我就會選擇 鮮奶茶當成飲品 茶其實有他的營養素 茶多分之類的 然後鮮奶又有豐富的一些蛋白質跟鈣質 所以通常我是喜歡喝鮮奶茶 那我自己就會去避開就是比較偏奶茶 對因為譬如說今天講奶茶 大部分我們其實意識到那個其實是奶精 對先給大家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奶精不是奶奶精是油 那個茶加奶精就是茶加油 大家有空去查一下奶精的成分 你會發現奶精的成分叫做植物油 以前在比較古老的年代 還可能用這個氫化的植物油 可能是有反噬脂肪的 那個更有三身體 但至少近年來因為法規規定 這個奶精已經不能有反噬脂肪了 但是奶精他主要還是植物油 再加上一些什麼玉米澱粉 再加上一堆調味料香精去構成的一個 不是那麼健康的東西啦 當然因為他是油的關係 他加下去你喝起來就是香啊 就是滑順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偶爾喝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只是我覺得這一次的事件 大家之所以可能沿上還怎麼樣 可能是因為蠻多人他以為 他喝到的事可能是鮮奶 結果後來發現 怎麼裡面掺雜了可能奶粉或奶精 我覺得這是大部分人比較難以接受的點 但是對我來講其實你說 我喝不喝奶精的奶茶 我偶爾也會喝啊 因為好喝啊 這個其實只要有標示清楚 我都覺得沒有什麼問題啦 所以其實以我們這個 我是沒有真的研究這件事研究的很深 但是我粗淺的了解是這樣子 可能很多人覺得說 他喝下去跟他認知到的不太一樣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子產生了一些爭議 那我在下面有看到有人留言說 他對奶精會過敏 嚴重的話可能會昏倒啊 暈眩啊什麼等等的 我倒是比較少聽到奶精過敏 但是的確因為大家聽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奶精他主要成分就是植物油嘛 然後一些什麼加工的一些澱粉類 再加上一些香料 那因為奶精他的這個香料香精的成分 比較複雜 超加工食品 有些人吃超加工食品 他就是會不舒服 就是暈 這是個人體質的關係 所以我們還是不能否認 的確可能有少數人碰到 奶精這一類超加工食品 可能會有一些不適的反應 但是如果你是這樣子體質的話 你可能奶精就盡量不共 盡量我們還是找就是 比較以鮮奶為主的一個食材 我覺得大部分這樣子身體的一個 發炎反應或是身體一些不適的感 都感覺都會降低這樣子 很多派系的那個奶茶都會加奶粉 奶粉跟牛奶的那個營養 你覺得有落差嗎 奶粉跟牛奶我倒是覺得就還好 不會差太多 對其實因為大家如果去研究一下這個 奶粉的製作過程 他其實主要就是把牛奶去脫水 然後變成比較好保存的奶粉 所以如果說是一般 大家比較常看到就是 他就是牛奶去製作成的奶粉 他沒有額外添加一些有的沒有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奶粉跟牛奶 其實營養價值也不會差太多 但是我倒覺得奶粉 大家要比較注意的是那些有添加的 因為現在市面上有很多奶粉 他就主打說什麼 其實你會發現 越加越多營養素 那個奶粉有時候喝起來 那個味道就會不是那麼好喝 所以通常這些添加比較多營養素的這些奶粉 他為了讓他好喝 他可能除了添加這些營養素之外 又會添加其他的這個添加物 去讓他變得更香 變得更好喝 那就有點違背我們就是喝這種 冤辛食物奶的一個本質 對所以我是覺得奶粉如果說 他是極少添加的 他只是牛奶去存化而成的這種奶粉 我覺得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如果說是那種 哇添加東添加AV添加B 然後又要添加CDE去把AV的味道 然後蓋掉讓他變得更好喝 這類的奶粉 我覺得大概就是看你的狀況去 著亮的使用 這樣 突然想到之前也有人說 就是你喝牛奶 你不能搭配 比方說咖啡因的食物 或者說茶 來一起喝 會影響鈣質的吸收 這樣還會骨質疏鬆 對 其實我覺得這太誇張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最近的一些報導或研究 其實咖啡因的一些飲品 並不會造成骨質疏鬆 他在骨質疏鬆的一些量表裡面 其實跟咖啡因是沒有什麼正正相關的 所以大部分人比較擔心的是說 這個牛奶裡面的鈣質 他去跟有咖啡因的這個食物做結合 是不是會減少鈣質的吸收 其實可能會有點影響 但是老實說 影響有限 我舉例來講 譬如說我今天喝了100毫升的牛奶 然後加茶 100毫升的牛奶 大概就100毫克的鈣質 那你說 那茶裡面的什麼酸 什麼柔酸 去影響這個鈣質的吸收 可能從100分 我舉例來講 降低到95分 降低到92分 他對於你身體來講 你還是吸收了大部分的鈣質 所以並不會因為 你這個什麼 牛奶跟茶或咖啡一起喝 哇這個鈣質就吸收不到 不會 其實大部分的鈣質 你身體還是吸收了 那現在其實 國外也有研究去做發現 其實喝茶的人 跟沒有喝茶的人比起來 才發現他們這個骨質輸出的盛行率 反而是比較低的 那也有去推論說 其實這個茶裡面 也有許多的抗氧化物質 我們比較知道的 就是什麼什麼 耳茶素之類的 我其實發現 這類抗氧化物質 好像跟鞏固你的骨質有關 所以做個簡單的結論 其實大家喝茶 或喝咖啡 是不用擔心 跟奶混在一起 會去影響什麼吸收 不會的 基本上 大部分的鈣質 還是被你身體吸收 而且這個茶跟咖啡 他們還有 額外的一些抗氧化物質 可以促進你身體的健康 所以基本上 拿鐵 或是鮮奶茶 我覺得這樣子的搭配 都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所以哥是為了健康而喝鮮奶茶的嗎 對 雖然說 我可能還是會加一點點糖 為了那個味道 但是我還是建議大家 盡量就是 可能一分糖 或不要加糖 如果我們是以不加糖的鮮奶茶 牛奶跟茶 其實我覺得 對身體絕對是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今天 一旦你加糖 就算你加微糖也好 五分糖也好 其實過多攝取一定都是身體發炎 熱量這個腎高 然後胰島素主抗變高 血糖開始飄 這一定都會有影響 所以喝拿鐵或喝鮮奶茶 我都建議 能夠無糖就無糖 真的不行的 就像哥這樣子 一分糖 增加一點點滋味 或是採用我們之前講的 五乳糖鮮奶的大法 因為五乳糖鮮奶本身有點甜味 你就用五乳糖鮮奶再加上這個茶 就會變成有一點點甜味的鮮奶茶 我覺得這個大家也可以考慮喔 最後想要問一個 就是呢 現在大家很多人都是那個 手搖飲 就是一天可能兩三杯的那種 那手搖飲 比方說假如我喝無糖的話 可以替代我喝水的量嗎 這每個人的講法不一樣 我的想法是其實沒有什麼大問題 手搖飲老實說 它最傷害人體的主要還是糖 所以假設你都喝無糖 你說很多那種工地上的工人 或者是怎樣 他們一天要流大量的汗 你會發現他們可能大部分都是喝 譬如說茶或是喝怎麼樣 你說會因為他們幾乎不喝水 就喝茶或是怎樣 導致身體脫水吧 基本上你是不會看到這樣的狀況 因為這個之前的節目 我有點忘記我們有跟大家講過 其實雖然說你喝茶跟喝咖啡 這類有咖啡因的食物 咖啡因的確會有點利尿效果 但是這一份水分進到你身體裡面 它對你的身體的水分還是正成長 譬如說我今天喝1000CC的水 我假設我製造250CC的尿液好了 那我今天喝1000CC的茶 我可能製造多一點點 可能300CC的尿液 但是不管我喝水 還是喝有咖啡因的東西 對於我體內的這個水平 它其實還是有補水效果 不會因為喝茶 就越喝越渴 越喝越瘦 越喝越脫水 茶是茶 並不是海水 是海水那種高盛態要的東西 你才會越喝越渴 茶跟咖啡其實不會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是以無糖的飲品為主 而且這裡面的咖啡因 其實不會影響你的睡眠 還怎麼樣 其實你一天喝個 譬如說幾百CC 甚至1000CC 然後你其他用水或是糖來補足 我覺得這樣沒有什麼問題 醫生最害怕的 其實還是裡面的那個 添加糖或是添加物 對但是假設 單純是茶跟咖啡 它不影響你什麼心計 不影響你睡眠的狀況下 其實你一天喝個兩到三杯 三到四杯 你覺得生活過得非常的開心 睡得非常的好 每天身體都非常健康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這部分就是看 個人的體質而定 像我就沒辦法 因為我喝多可能就 晚上就不能睡了 所以這個大家就是 試自己的體質而定